有啦 我感覺你們這個村子有段薄的豪華 還好啦 來 看這個船 這是遊港的船啦 高雄的遊港船很大 我們的遊港船事實上沒有那麼大 但是也蠻漂亮的 也蠻漂亮的 小心小心 來來 市長先來 一二三 陳彥穎到這邊就好慢走不送 掰掰 欸 我不能上去看看嗎 我聽說好像有很多什麼無菜單料理 是不是 我們等一下開到前面大概五公尺 你再游回來啦 好不好 來來 上來上來上來 沒有啦 我先去安平那邊等你 我先唱一下 安平就想去 好不好 等一下囉 掰掰 哇 哇 我覺得這麼浪漫的時刻 我們兩個大男人好像也是 蛤 你今天就把我當了螺絲了 害我 快 快去船頭 我要再玩一次鐵達尼號的梗 我都吃螺絲了 你看 我接不下去了 沿路上會看到很多安平港的特色 包含了 比如說這裡是停遊船的啦 這個近海的漁船啦 遠洋的漁船啦 還有你有看過車子加油站 但你可能沒有看過輪船的加油站 漁船的加油站 待會我們都請到一位 來 老師 來 老師 老師來 請你告訴我們 準備介紹一下 準備介紹一下 來 我是蘆芳會 我是台南市的古蹟解說員 對 所以我今天很榮幸 看他們這麼漂亮的古蹟解說員 你看看 對不對 好 所以待會我們請老師 我們經過哪些地方 如果說市長覺得這個地方特別介紹一下 就請老師幫我們開口一下 我有疑問我們也會問老師 好不好 所以我們要在下面嗎 還是我們要到上面去 我們要坐在下面是不是 在下面喔 我想說坐在上面才有乘風破浪 好 那邊 那可以到那邊嗎 可以嗎 可以嗎 對不對 我們到那邊好了好不好 那邊 要有view嘛 對不對 但是不要站在船頭上喔 要不然是螺絲的梗喔 會變成落水的螺絲 落水的市長 不行 不行 這危險 危險 不過真的是不錯 這個view就不錯了 來 來 老師 什麼橋 耶 快點回來 你要唱一首 忘你找龜 沒有來這邊要唱安平追祥曲好不好 不是我們追祥曲 不是我們早點回來 你早點去 待會見 待會見 待會見囉 來 出發了 走啦 那個橋 老師那個橋 有故事 有 因為它連結了台南市 兩個 國家一起古蹟 安平古堡以及義載金城 義載金城在這邊 待會我們要過去安平古堡 對 等一下我們也會經過義載金城 所以它連結了一個是台灣歷史的發源地 以及十九世紀的時候 台灣作為一個國際港 安平做一個國際港 的一個歷史地位 全部都在這裡可以一次看完 所以它叫安義橋 安平古堡的安 義載金城的義 對不對 嗨 剛剛去安平古堡等我們 剛剛沒有 剛剛就被你嚇壞的小朋友在那邊 對 蠻可愛的 謝謝喔 剛剛去安平古堡等我們 謝謝 快去快去 待會見 蛤 沒有我再跟老師講 是好是好 好 來 所以老師 市長 這裡停的 這裡應該都是漁船吧 這是漁船 這邊 這一頭是漁港 香港在那邊 這邊是油漆碼頭 這些船是海釣船 你可以去租 租的時候自己開出去 做海釣 這海釣船可以自己租啊 可是 開船不是需要有一些證照還是什麼 你租了 他幫你開 他租了他幫我們開也可以 是不是 哇那等於是有點那種 你買不起私人遊艇 沒關係嘛 來這邊租船 有人幫你開船 想要規劃啊 將來有些辦活動 可以在船上辦活動 哇真舒服耶這裡 然後我們的左手邊 就是八公頃的 港兵公園 港兵歷史公園 港兵歷史公園 對 然後它有分成不同時期的 包括台灣歷史的進程 我們發展進程的一些 你看就把路子讓你旁邊飛 飛我過去 欸 這是啊 林木良公園 我說那個 蜂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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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天都蜂箏耶 對啊 我們的林木良公園有很多綠地啊 所以他會在那邊放蜂箏 在那邊放蜂箏 沒有放蜂箏 站地八公頃 哇 你好冷 可是安平港 我們有兩個不同的媽祖 那邊開台天后宮的媽祖 是在廟裡面 有法相莊園 但是這邊的媽祖呢 她是人間少女 就是她飛生之前的造型 對 因為當時我們認為說 美國紐約有什麼 自由女神像 自由女神 所以安平要有什麼 要有媽祖 媽祖 對 但是呢為了宗教公平 我們把它取名叫林木娘 林木娘 就像我們家族的長輩 我們的狗哥 而且在這個地方守護著 進出港的漁船 對 哇很有意義喔 護送著遊子出航 然後迎接倦鳥歸巢 那我們市民呢 可以 太舒服了這裡 對 在那周圍 六狗 老師我要插個嘴 我們的安平港 是所有台灣的港口裡面 潮叉最少 對 就是說漲潮退潮 我也說漲潮一下 淹到這邊 退潮一下沒有 所以我們潮叉最小的 一公尺以內 一公尺以內喔 所以說 這是最 過浪是最穩定的 最穩定的 對船來說是最安全的 台車長四公尺喔 這是得天獨厚喔 這算是得天獨厚喔 這種就是大漁船對不對 對啊 你看喔 你可以看到那個 船上有很多燈泡的 那種是補那個 驅光性魚類的 喔 它亮的魚就跑過來 它黃昏的時候出航 然後 凌晨的時候 新鮮的漁獲 在這個傳統漁師賣 日本性飲料的看板有沒有 就是有一個廣告 就是照個燈在那邊 很多魚在那邊 小魚在那邊跳跳去 對對對 這是驅光性的魚就對了 你那拆了就要傳扁 不要 不能廣告 啊這個來 這是魚市場 這裡是傳統魚市場 你早上三四點四五點 就可以來那邊買 那個很牢的魚匪 新鮮的 哇三四點就在這邊 開賣就對了 因為它漁船黃昏的時候出航 然後過了子夜之後 陸陸續續返航 所以捕撈到的新鮮魚獲 在這裡賣 那所以這裡賣完以後 我是要帶回家 還是說 比如說像那個 我們去其他縣市 有一些港口啊 像附近魚店 對 旁邊有餐廳是不是 那你那個 觀光魚市 我們將來就會規劃一個 限買限住 這個是很棒的觀光資 很好的賣點 對很好的賣點 然後欣賞安平港 而且你剛好旁邊 又是安平古堡 就是人潮聚集的地方 有些縣市 它的那個 觀光魚港 很邊邊角角 那根本沒有人要去啦 你看我們現在的船 走得多平穩 嗯 螺絲都要抓著欄杆 我們是不用的 我們就可以這樣 船上就很平穩 You jump I jump 你跳我也跳 這個就是 剛剛我們提到的齁 林茉娘的巷 對不對 丟巷本身16米高 基座4米高 可以總共20公尺高 對 很多4米朋友在那邊玩 所以你看旁邊 哇 放風針 滑草 遛狗 好像媽祖在首富針 這裡他的殖民們 安居樂業的地方 它這塊地方把它規劃得 非常非常的 舒適 就是那種休閒油氣的感覺 對 非常舒服 然後你自己看 我講真的 全台灣各縣市 還有哪裡有可以這樣放風針 除了台東 好不好 你說台北要這樣放風針 有啊 很少 我跟妳講現在很少 不是 因為國富電營館它很多 現在都水泥地 它整個草地都變 都比較少 又種樹 你看這個地方很棒 對 在這個雕像旁邊 然後去這樣放風針 哇 真舒服 這錦鄰市區 也不用走很遠 而且這邊 我們是造船廠 造遊艇 造船廠在這 對 安平港 老師你剛剛不是有跟我說的加油站 特別齁 這個輪船的加油站 過了站 糟糕 離船的加油站 過了 另外有的中油的Mark 有有有 好啦 然後地上是那個 哈路米的鄉 你們這個資源很棒耶 觀光資源不錯 對 這個觀光資源不錯 對 這個觀光資源真的是不錯 很舒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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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地方 那個是台南 海市學校 國立一個學校 就專門培養我們海上的作業的人才 哦 哇 內洞進竹很漂亮 那個內洞是什麼 那是海巡署 海巡署 那是海巡署的檢查哨 然後它會有兩個 哦 兩邊嘛 這是入口嘛 對不對 遠洋進來的入口嘛 遠洋漁船 所以那裡的 當初是規劃為觀光漁師 你看那艘船沒有 大的那艘啊 沒有 底下是紅色的 對對對 那個是在將來 規劃成海上餐廳的 海上餐廳 海上餐廳 已經在處理了嗎 吃東西賞夜景 都漂亮 欸 棒喔 哦 這邊是造船廠 遊艇造船 做完了可以直接在這邊下水 哇 這裡還看得到軍艦欸 欸 看一下 那時候叫做德洋艦 德洋艦 德洋艦 它是什麼級的啊 驅逐艦 派里級 派里級喔 成功級 這問你就知道了 我國防委員會的 對啊 所以我這問你一定都知道了 老洋字號軍艦 老洋字號 喔 洋字號的軍艦 對 所以這裡是這裡上的母港就對了 沒有 它廚藝之後 就在那邊讓人家參觀 你看 上面都有人 很多人 公客在那邊參觀 你看 欸 真的耶 怎麼沒有帶我們上去啊 太可惜了 對啊 我們還是可以規劃 對啊 家裡家分99級你就不要 好 分99 分99 欸 雖然它裡面弄的是像那個 就把它武器都拿掉了 但是可以讓民眾來參觀 瞭解到洋字號軍艦的戰史 喔 這個很棒 對 這個點都很好 哇 這個很棒 這個超棒的 我們就讓它挺號戰 對 保留一個它的那個 原型原樣你知道嗎 嗯 很棒很棒很棒 很多男孩子的那種軍事迷就想 哇 我在軍艦上面 你看 真的 嗨 嗨 哈囉 市長在這裡啦 謝謝喔 嘿嘿嘿嘿 歡迎來台南 嗨 歡迎來台南 歡迎來台南 謝謝喔 有看到武器的那套 蛤 提提提提 還有那個 哇 你看這個軍艦多漂亮 很棒很棒很棒 這個很棒 謝謝 全部都在上面齁 它就是活的海上博物館 軍事博物館 真棒 你這裡還可以用這個去發展一些文創的商品 你知道嗎 他們叫 我說用軍艦元素 對 謝謝 我們一定要跟海軍建議 這個是國家的資源 這真的可以了 這是國家資源 你看像在美國 韓國母艦 對 然後在南韓 它軍艦旁邊也是 到處都在賣軍事相關的產品 還有夏威夷那個珍珠港有沒有 對啊 亞利桑那乘船的地方都可以看 就可以 它做了好多紀念品 其實這個真的可以規劃 既然它以這邊為母港 這很好 就說停在這裡了 其實這個可以好好規劃一下 好不好 來 我們有個東西我一直要請市長介紹 因為我剛剛一來我就覺得 雖然說市長穿起來有點緊 我已經守小覆捨很久了 不要原諒我 上面這一隻是 劍獅 劍獅 劍含 獅子含著一個劍 這是一隻獅子 對 眼睛 眼睛嘛 鼻子 這是一把劍 七星劍 當初鄭成功的時候 它要進港 然後它的軍營裡面 士兵產生常產生一個身體不舒服 瘟疫 然後就用這個劍獅來正邪 所以這個劍獅是正成功 等於正成功帶來的 對對對 那為什麼穿在身上 所以劍獅現在是我們台南一個很重要的 安平的一個守護神 喔 我們有一句話 劍獅這隻 這兩隻 什麼什麼什麼 蟋加鹹 什麼都沒聽 蟋加鹹 蟋就是獅子 獅子咬著劍 什麼都不怕 什麼都不欠 什麼都不欠 都不缺 蟋加鹹 師咬劍 什麼都沒欠 什麼都沒欠 什麼都不欠 我剛剛還聽 我剛剛還聽 家裡有欠失 賺錢沒人知道 家裡如果有劍獅的話 賺多少都沒人知道 只有國稅局知道 對 如果國稅局也不知道 就糟大了我跟你說 所以這個 我剛剛其實在這個節目看前 就玩了一下 這兩隻 是我們手工做的 這個不是那種什麼外面 大量製造生產的 大家看一下 它是手工做的 像是用紫黏土做的一樣 所以等於是我們安平的 守護娃娃 對 對啊 現在開始有點 這個是文創作品 開始有點乘風破浪的感覺 沒有 可是我們今天 有封面難笑 應該來講風浪很大 可是我們安平港還是最小 還是穩的 所以叫安平嘛 就平安嘛 對啊 我們又回來了